三毛流浪记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漫画作品 由张厄平创作 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三毛的流浪儿在旧社会的艰苦生活 以及他在流浪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挫折 故事的主人公三毛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 他在上海的街头流浪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他没有家,没有亲人,只能靠乞讨和偷窃为生 在流浪的过程中 他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磨难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的心态 在故事中,三毛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被人欺负,被警察追捕,被妇人收养等等 他在流浪中结交了许多不同的朋友 包括同样是流浪儿的小拉里和小名字 以及一些善良的妇人 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但是他们始终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困难 三毛流浪记通过三毛的故事 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残酷 同时也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和善良 故事中的三毛虽然生活艰苦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的心态 他的精神和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总的来说,三毛流浪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漫画作品 他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他让我们了解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残酷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善良 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以及培养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该片是制片人维步是头一次拍电影 导演赵明,严公是首次指导影片 就连剪辑师父正义也是初次独立剪辑影片 该片即将开拍之际 制片人维步和原著作者张乐平分别收到了恐吓信 威胁要他们放弃拍摄该片 但是制作人员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反而更加鼓起了斗志为了演好角色 王龙基在拍片过程中一直像三毛一样赤脚生活 王龙基喜欢看漫画《三毛流浪记》 其中三毛和江湖后肚子痛的情节给他深刻印象 所以在拍和江湖的戏时 虽然明知江湖桶里是藕粉 他还是不肯喝 为打消他的顾虑 导演带领喝 而王龙基只肯抿一小口 不像饿极了的样子 于是当天中午剧组不许他吃饭 到下午让他自己在摄影棚找吃的 这才拍成了三毛抱着江湖桶猛喝的镜头 该片中三毛的蒜头圆鼻子是泡泡糖做的 头上的三根毛是用外面粘着毛绒的三根铜丝贴在橡皮膏上 然后再贴在王龙基的光头上 为了贴住这三根毛 每天化妆师新汉文得给王龙基剃头 因为他来回扭动 新汉文打了一下他的头说 小赤佬 头雾要动 王龙基回嘴说 你是老赤佬一老一小很认真地吵了一场 结果导演把他们吵架的情形用到了电影里 就是三毛领流浪儿大闹宴会后与贵夫对吵的戏 该片中的垃圾桶不是道具 是从清洁所借来的 当时导演给王龙基弄了三个垫子后让他爬进去 但即使这样 他在里面还是被熏得没法呼吸 该片中打王龙基的是一个临时演员 导演对他说要打得狠一点 他就真打 结果一巴掌打得王龙基好几天都回不过神来 在该片中科川宴会来宾的是中书黄 上官云珠 黄宗英 吴英 赵丹 奇梦时 林墨宇等几十位演员 他们多数是不收片酬 义务出演 那场戏拍了一个星期 每天光是接送全体女演员到美发厅做头发 就用了五辆轿车 该片中有一个傻小子哭的镜头 这个小男孩叫钱里群 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 该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供应的国产故事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